她异性朋友特别多 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们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是她太小题大做了 我们本来就是一滴脸 我管着她也是为了她好 是她不领情 她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 明明就是她的不对 最后还都怪到我的头上 我只是想让她多关心我一下 难道我错了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薇21岁来自内蒙古策划 女嘉宾小赵21岁来自内蒙古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个怎么个异地法呀 你在哪啊 我现在是在苏州工作 我在内蒙上学 你们怎么认识她 怎么谈谈恋爱 我们通过同学认识 我的高中同学跟她是大学同学 认识了一年多左右吧 一七年 年底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在一起一年多了 但是现在就是她要跟我分手 为啥要分手啊 因为就是她对我的喜欢 已经不仅仅是喜欢了 变成了就是战友 甚至是监视你知道吗 那么远还能监视啊 就是每天要求我两个小时 和她打次视频啊 打次语音啊 有时候忘了她就会一身一跪 各种质疑我 两个小时打一次啊 这个她有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到 我这么做原因就是因为 她有的时候她会撒谎骗我 所以我不是那么太信任她 她说你骗她 骗是指什么呀 就是我有时候会和朋友 一起出去聚会 然后没有告诉她 然后她就认为说 你又不去玩了 你不和我说 你就是在骗我 对 那你为啥不告诉她呢 我如果告诉她的话 她会和我吵架 然后问个点调你知道吗 包括甚至是这个桌上有几道菜 什么菜都要和她这种说 嫌烦了 对 我还不不说 就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什么 她说快考试了 我要在宿舍里做一下自习 然后复习考试 但是微信有个击步功能 那个部网上 她走了四千多步 当时我就问她 你说你在干什么 她说我就在宿舍里待着 但是她的摄友我也都认识 后来我就说她去哪儿了 她说她不带宿舍了 她跟她的一个异性朋友出去了 又吃饭又看电影的 吃饭了 吃了 那是 看电影了 看了 大跟芳芳承认 那你就是骗人家呀 就是因为我在之前 帮了朋友一个大忙 然后朋友请吃饭 看电影表示感谢 男朋友 女朋友 异性 对呀 本来她就很介意这件事 你还 是吧 所以我才没有告诉她 然后告诉了她 她就会更加和我生气吵架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是怕她和我吵架 她告诉我 我才会去这样监视 如果她大大汪汪对吧 有什么事说什么 或者你就干脆不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一个女孩子 有那么多异性朋友呢 她就现在对她的异性朋友 就特别地好 他们学校有篮球比赛 有几个男生去打篮球了 她是又送水 又送冷眼 还要去给送毛鸡 就对他们特别好 这你咋知道的 她自己都发朋友圈了都 我帮男同学去打篮球比赛 我作为拉拉队的 又不是就给一个人买了 我给整个篮球队都卖了 而且发朋友圈 给他们加油助威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是你给他们买了 我也打篮球啊 你怎么不给我买呀 你怎么不照顾照顾我呀 我上课呢 我能逃课去看你篮球比赛吗 你们学校还离我们学校那么远 还有就不说这个了 你那些异性朋友生个病 你都要对吧 给他们没事关心关心 他们女朋友干嘛吃的呀 啥意思啊 谁生病谁关心 就是她有一堆异性朋友 就可能她的异性朋友 要是生病了 她也要虚寒问暖的 你怎么样了 又不用我去照顾你啊 一些的话 这事你咋知道 我们两个就是 我能登她微信号 我的手机号绑着她的微信号 所以就是她的微信 对你来说是透明的是吧 对 我可以登上去 有的时候我能看见聊天内容